下一個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光年 光走一年的距離 九點四六乘以十二十二次方 約九點五兆公里 我說過了這個數字 不用背 因為歷史上沒有人考過 所以不用管這個數字 可是這就是這麼多這麼長這麼遠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它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它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它是一個距離的單位 OK是它的重點 光年是長度單位距離單位 光走一年的距離 所以 之女星離我二十六光年什麼意思 光從之女星過來要花二十六年 光走到我地球讓我看見 是我看到二十六年前的之女星 所以我喜歡說晚上抬頭來看星星數月亮的時候 一眼看盡無往今來 這顆星離我五百光年 五百年前的她 這顆星離我兩千光年 兩千年前的她 這顆星離我一萬光年 一萬年前的她 抬頭一看 看到五百年前 兩千年前 一萬年前 一眼看盡無往今來 就是 然後呢 這底下看看的匹林心阿巴黎 這看看就可以了 這不太重要 然後呢 事情發生後 我每一年都要說這個故事 光年 從頭到尾到現在 考過三遍 第三遍考得超級世界無聊 不要理她 前面考過兩遍 考兩遍的時候 新設中心用這兩次的考試結果 證明台灣學生 讀史書 死 讀書 讀書 第一年考試 說 之女星離我二十六光年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光有之女星要花二十六年 我看到二十六年前的 之女星 地球坐太空船 飛過去要花二十六年 錯 對不對 這個考榜 跟當時參考書 曾經寫過考過的題目 幾乎完全 一樣 幾乎完全一樣 絕大多數人全部都寫對 第一年考 第二年再考一次 是天狼星離我八點七光年 天狼星 一個光年距離是九點四六乘以十的十二次方公里 請問你 光由天狼星到地球要多少年 A 八點七年 B 九點四六乘以十的十二次方 C 九點四六乘以十二次方 除以八點七 Z 八點七除以九點四六乘以十二次方 哪一條 A 很好 這題一狗票人寫錯 因為當時 確認券沒有這樣考過 長老書沒有這樣考過 所以表示你根本不懂什麼叫做光年 有寫過題目就會 沒寫過題目就不會 所以證明台灣學生 讀史書 死讀書 讀書死 希望各位 不是這個樣子 要了解光年什麼意思 OK 光年 光走一年的距離 不用背 九點四六乘以十二次方公里 重點 五年 他是一個長度單位 距離單位 你我相距五光年 就是光有你 逃到我這裡要花五年 我看到的是五年前的你 看到的是五年前的你 那麼根據這個 我可以推算出宇宙的年齡 我看到一個一百三十億光年的東西 表示光過來要花多久 一百三十億年 所以宇宙有一百三十億歲 聽說算這個 需要問到廣義相對論 因為宇宙還要膨脹 還要跑過來幹嘛幹嘛 廣義相對論是 碩士以上等級才會好好學的事情 我們也不會算 你也不用管 也不用管細節 你只要知道 根據我看得有多遠 我可以知道宇宙有多老 所以我有兩個方法知道宇宙年齡 第一 哈佛定律 膨脹有多快 收縮有多快 我可以算出來宇宙有多老 第二個 我看得有多遠 我能夠看得有多遠 我看到一百三十億光年 宇宙最少一百三十億歲 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 那當然有多老 就這樣這麼老 一百一十 然後一百四 這是一個說法 很多人都會寫一百二一百三 最方便寫到一百十一百五 根本就呼嚨一百多億年 因為本來就是一個估計 大概有一百多億 就不用太計較 再說了 反正就是這樣 宇宙有一百多億歲 一百多億歲 就這樣子 所以叫做宇宙的年齡 只是告訴各位 我們的宇宙的年齡 可以有最好辦法推算 了解一下光年的意思 光年的意思 講過了會考學測 考過三遍了 但是第三遍考得很無聊 就不要理他了 OK嗎 OK